一 二 三 四 总彩牌不断磨合 各自几乎跟钟一样高 为了参加中古演艺 六岁小抒情 自己存钱 自己买 因为我感觉中的声音很好听 所以才用压岁钱买 看那个中古演艺 他就很 那个很庄严啊 他就一直说提议他要 想要参加 活泼好动的年纪 不曾遗忘跟时工上人 大大约定 孝顺父母从歌曲天天喧陶 无形中小家进行性中的爱 也越苦越大 因为我有学到爱护动物 所以你都做了什么事 把那个饼干碎彩色 给蚂蚁吃 因为有些可能看到 看到蚂蚁会想要把他赶走踩他 其实他不会 他就是静静的看着他这样子 对啊 来 这边的 麻烦师姐帮我带一下 几位大哥哥大姐姐四处穿梭 顾前顾后 有时还得充当保姆 安抚情绪 因为他们过去都是这么被陪伴长大 师傅跟师傅真的花很多耐心 在教我吗 所以你也把它传承下去了 就是用比较温和一点 或比较活泼一点 或有奖励的方式去照顾他们 或者是鼓励他们 很温暖 因为那个光是这次 这次演艺的孩子有三百多位 那今天差不多快三百位小孩 然后还有他们的家长 暑假不空过 经过三个周末集训 不只验收整齐度 也感受到孩子们的心灵成长 大一新闻小姐姐李明华 台北报道